HELLO 大家好我是輪子 今天呢我帶大家來到我們這個地方是 新北市的三重體育館 最近呢就是有接觸了桌遊這個東西 其實我很久以前就有接觸過 啊最近又回鍋了 今天呢恰好就是 心天而保的一個桌遊的夏日聚會 接觸桌遊的時間不算短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參加過這種官方的聚會 這一次算是第一次 那我也希望帶大家來一起看看 那我們現在呢就趕快進去吹冷氣 然後看一下活動的內容是什麼吧 然後這裡呢大家一進門呢 可以看到旁邊在櫃檯 旁邊呢有陳時商店 這個之前呢在他們的那個清倉特賣呢 也有很棒 都是很多的牌套然後很便宜 只要十塊一包 超便宜 那我覺得來這邊買這個也很適合 真的是超級熱鬧耶 對然後我們現在來找 看有沒有有趣的桌遊桌 很久不見 We look the other way Sun is out, but the sky is gray What would happen if I took a chance It's always hot 你們是第一次玩拉蜜嗎? 好喔 好喔 I wish I knew How much I miss not knowing That we're all screwed When we play our roles Ending all the problems I wish I knew How much I miss not knowing That we're all screwed When we play our roles Ending all the problems I wish I knew We're all screwed 好那我們現在大概帶大家逛一圈這個攤位之後呢 現在就找一桌有興趣的來玩玩 因為他這邊 我看他的那個原本公告是說 他在整點的時候或是可以湊足的時候 他會在舞台上公告 但是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這樣子 所以應該我問一下說如果有興趣的話 要是不是要直接在桌子旁邊等 把他從這邊拿回來 這他們剛剛會發展 玩笑的朋友 我們體驗版主 先玩兩個朋友 但你們知道有什麼 就是他的味道 順位是動作 我們動作就是 6、3、4、5、6、7、8、9 9個選 1個做 我剛剛呢就玩了一局那個 大創造時代 因為他是重測嘛 然後他的體驗呢 只玩兩回 讓你大概了解這個遊戲機制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是蠻不錯的 因為這樣大家都可以玩到 我們大概體驗了半小時左右 那我們現在就試機而動再找第二桌 我們有五位優秀者 來自於分手足的角鬥室 他們要來大亂走 那我們呢 一開始呢 我們是1、2、3、4、5個 我們要壓住腳 我們要選擇 壓1到3個角鬥室 看誰會活轉 這裡有點複合炸 因為我是玩先進戰績 然後說是真的變化來的 感覺也蠻有興趣的 可以先檢查一下我們目前你擁有的藥草 嗯 看一下誰叫我這邊 1個3、2個5、4個1 先不要覺得1就是在這裡 先檢查一下 1個3、2個2、4個1 對 好除此之外呢 他還需要你抓兩個東西 請抓一下 一個橘色的1 跟一個綠色的1 橘色的1 分綠色的1 對 那我們就同時進行 抽到你想平為止 OK 現在開始抽了 對 抽到你想平 1 2 好 這次活動呢 首先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覺得非常棒的一個點 冷氣非常的涼 進去的時候呢 他會兩個小活動 座遊聚會呢 都會有的 就是試玩幾點卡 試玩幾點 然後呢 他會抽獎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是他獨有的 卡彈島資源交換活動 他就會發給你一個就是卡彈島的資源卡 就可以透過玩家之間呢 互相的交流 我拿一個專換你也可以賣 去湊對 湊出呢 他那個贈品的所需的這個數量 湊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去換贈品 通常我們呢 去試玩的話 蓋章幾點這樣子OK嘛 但是加了這個卡彈島資源交換之後呢 欸 你可能就可以問問你的這個旁邊的桌遊啊 我們打完了 你有沒有什麼 我給你交換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 我給你交換一下 出乎我意料的覺得有趣 那對於試玩這一塊呢 我的感受呢 是覺得說 他的好處 有 壞處也有 那優點是說呢 可以玩到所有的桌遊 幾乎是所有 他們開了二三十桌 什麼都有 像我這次就玩了 我想玩的 大創造時代 還有我想玩的那個狼鐘 狼鐘 我覺得很好玩耶 另外一個優點是呢 所有的教學老師呢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耐心跟客氣 這是很難得的 大家有玩桌遊都知道嘛 同一個桌遊規則 我講了又講 講了又講 會很煩啊 然後我覺得新天樂寶的活動 都有一個特別的優點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會帶很多的 周邊 小周邊到現場去 什麼叫小周邊呢 例如說 牌套 例如說 Token 例如說骰子 例如說骰塔 骰盆啊 之類的這些 補助桌遊的一些小東西 這些東西呢 往往呢很難找到 適合的 它本體非常的便宜 如果你是網拍買 因為網拍比較好找到 但是網拍買那個錢 跟運費 核算起來 心會躺血 這個整個活動呢 可能它的主要的TA呢 還是一個比較低年齡層的狀態 低年齡層小朋友跟高年齡層爸媽的這個比例呢 是超過五成 所以你在試玩的時候呢 很有可能你這一桌呢 大部分都會做小朋友跟他們的爸媽 在規則理解還有整個這個遊戲的流程模式上面呢 他們的理解能力可能會比較慢 就會變得很尷尬 就是他們的桌遊小老師會一直教一直講解 一直教一直講解 那就有一點點破壞遊戲體驗 也沒辦法的一個缺點 真的會遇到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他可能是要比較花時間 因為大家知道每一桌每一桌桌遊呢 長得不一樣 那遊戲時常就會不一樣 遊戲時常不一樣的話呢 你在第一桌玩完之後 你要換到第二桌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等一下 對吧 這合理吧 尤其他這個活動呢 其實試玩的內容呢 只到下午4點 所以你如果太晚到的話呢 你可能就 沒辦法玩到很多桌 那這個呢 也有牽扯到那個幾點的這個活動 好 這幾點活動呢 玩完才有蓋章幾點嘛 所以呢 如果你都想要玩一些比較策略遊戲的話 你的時常就會拖很長 你的這個幾點卡呢 有可能在4點以前呢 會急不滿 好 留多一點時間給他 畢竟他是桌遊試玩 好 早一點去 再來就是建議大家呢 到現場的時候呢 可以先繞一圈 每一桌每一桌看看 到底有開了哪些桌遊 然後你想玩哪些桌遊 稍微規劃一下這個整個流程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分享按讚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輪子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